我们会在这个封面当中看到很生活化的小钟 那在日本拍这个封面照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每次在看我在日本拍摄的这些照片 其实我自己心中的落差是很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发片是什么 还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发片压力 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演出 也不知道什么叫歌手这个身份 所以在照片里面完全是看到我一个最放松 最自然 最开心 有东西吃 睡得饱饱的 早上起来工作 晚上就去吃大餐 然后再睡觉 其实整个那时候的回忆让我真的很像度假的感觉 然后非常非常的愉快 尤其在金泽 然后还有能登 我觉得印象对我最深刻的就是跟海豚的互动 跟海豚互动 海豚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 我觉得太神奇了 就是它是一个海底隧道 其实我走进那个隧道 我只要手这样子这样举起来 然后或者是对着那个玻璃这样子 手贴着玻璃或者是脸靠近一下 海豚它自己会游过来 哦 它会亲你的脸是吗 对 所以就是有很多照片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是万种选一 因为那个是就是跟海豚的那个互动 因为毕竟它是我们隔了一道玻璃 它是在水里面 我们是在空气里面 刚开始还有很多歌迷朋友 看到那个我跟海豚准备要接吻的那个画面 他以为那个海豚是用key上去 电脑画上去 其实那个是真的 我们完全是实景拍摄 去拍封面的时候 到日本那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好像还是蛮放松的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要准备这张EP 还是真的很很辛苦的 说到这个准备这个EP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功课很多 其实我的公司它在一年之前 在收割的当下 其实就有帮我陆续拍了很多的歌唱课 然后还有舞蹈的课程 然后我说我来提个里面的甘苦谈好了 就是在我练舞的过程 我的舞蹈老师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牛奶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在练舞的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潮 我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泥沼 没办法抽身 就是到了 我觉得初期的阶段是都是在记舞步 但是等到你把舞步记熟了之后 我觉得你每一天去到舞蹈教室 就面对同样的音乐 面对同样老师的脸 然后你就 我觉得是毫无目的的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 对我来说很像是上班打卡的感觉 然后与外界隔绝 因为那时候是秘密培训计划 所以我也没办法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没办法跟我的父母分享说 我在练舞发生了什么状况 所以到了那个中后期之后 我自己的心情就是越走越荡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然后我真的非常的沮丧 我每天就练完我回家的那个路途上 我就 我觉得就是脑袋一片空白 然后我不知道我练舞的方向在哪里 因为我得不到外界的一些批评或者是鼓励 然后一直到了我拍摄MV的当天 就从MV的导演的眼神跟口中 还有包括智琳 就是其他的工作人员 其实从他们的眼神跟口中 我慢慢再找回在跳舞上面的自信 一点一滴的累积上去 就一直跳到了现在 她与林志玲共跳热舞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在我踩到的话 我赔不起 阳光热情的小宗 背后有着怎样的多面性格 我很阳光 但是我也有非常黑暗的感觉